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完整曝光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如果驾崩的时候 英国王氏汉政府的行动指南 而这个名为伦敦桥行动的计划详细规范 从英国首相接到官员电话通知 伦敦桥已经倒塌 到如何透过新闻快讯公布女王驾崩的消息 以及接下来十天王氏汉内阁办公室又应该如何行动 尽管英国女王高龄95岁 但是她的身体相当健康 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伦敦桥行动有必要重新审核 但是内阁办公室还是会依据最新情势拟定最新版的计划 甚至包括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讨论 考量到消息公开之后 恐怕会有大批人群前来悼念 因此伦敦可能也会涌进人潮 各部门都必须预先拟定应变方案 像是内政部要采取大规模维安行动防止恐怖攻击 运输部则必须要事先安排 以免人潮瘫痪伦敦交通 还要考量疫情期间 如何避免哀悼民众的群聚也是一大挑战 那么计划也规范了英国首相以及内阁成员 要如何来迎接女王的灵鹫 以及王楚查尔斯登基的时候的大潮行动 在伦敦桥这个行动当中 女王去世当天被称为第一队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将会通知英国首相 内阁秘书还有部分部长以及官员 而女王的私人秘书也会通知首相 伦敦桥打塌了 后者就是这个秘书会在通知代表 女王协调政府工作的书密院办公室 再来就是王氏要发布官方消息 向民众宣布 那么部长以及高阶公务员也会收到一封 由内阁秘书发布的电子邮件 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呢 白厅将在十分钟之内降下白旗 不过在前几年的一次演习当中 却让首相官邸发现 因为首相官邸旗下并没有聘雇专职的降旗官 而且不一定能随时马上可以抽出人手 来进行降旗这个任务 因此呢据说这个任务恐怕 是没有办法在十分钟之内完成的 另外就是英国国会和苏格兰还有威尔斯 还有北爱尔兰的立法机构 都将会到时候会修会 来表达对女王的哀思 再来就是伦敦桥行动 也有针对网路以及社群媒体拟定应对措施 比方说像是王室相关网页到时候呢会换成全黑页面 而上头呢则公布女王趋势的简短声明 包含了英国政府网站以及各部门的社群媒体 都会进行首页 也会在顶端换上黑色横幅 大头贴当然也会换掉 换成部门徽章 除非政府通讯负责人批准 否则是不得转推任何文章 也不得发布紧急内容 接下来王室会宣布 女王葬礼将在十天之后举行 那么英国首相也会成为第一名 发表声明的政府官员 而在他发表评论之前呢 其实所有政府都不可以 有任何官员有任何的发言 那么国防部也会进行民放礼炮 同时宣布全国默哀 随后首相呢 就会觐见英王查尔斯 他会向全国进行广播演说 同时伦敦市中心的圣保罗大教堂 也会举行纪念仪式 特别注意的是在第一代之后 第一加二的这一天呢 女王灵鹫将返回白金汉宫 说如果女王是在苏格兰 辞世的话 那么将会启动另一项计划 叫做独角兽计划 是由皇家火车呢 将这个灵鹫送到伦敦 不然就会启动超研究行动 这个时候会由专机运送女王的灵鹫 同时由首长跟部长来引领 那么在接下来还有一个 第一加六到第一加九 这几天的时间 女王的遗体呢 会在这个西敏寺呢 展开为其三天的羽毛行动 这个行动是每一天都要开放 二十三个小时提供民众来评调 另外也可以购买门票 来获得专属一个小时的VIP时间 整个伦敦桥行动呢 将在最后一天 就是第一加十这一天落幕 那么英国他会在西敏寺举行国葬 全国就会在这个正午时分 默哀两分钟 送葬仪式呢 将在温莎堡的圣桥寺教堂来举行 最后女王也会安葬 在这个温莎堡的牧室 跟已故王夫菲利普亲王的宁木之旁 以上这些内容 在英国是被列为最高机密的 结果现在美国媒体曝光了 白金汉宫相当不高兴 准备调查机密外泄的原因 而王氏的专栏记者呢 也质疑到底这个报道 道德底线在哪里呢 那其实英国卫报旗下 深度报道专栏The Long Read 在2017年的3月 就在网站上率先披露 代号伦敦桥行动的 英国女王驾崩因应计划 这项计划其实在1960年代就制定了 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有些是去年有更新过 那么现在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o就是将这个计划内容 彻底曝了光 到底是谁外泄给Politico的 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级终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那就是这次的级终现场为您提供 最终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的 气氛 根本是在新冻 中心这是新冻的 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的新冻 找到在新冻出里面 我们から在新冻 现在 新冻 刚刚